你是否见过这样的案发现场 四面都是挂有防盗网的高墙 左侧接壤的是一栋八层的高楼 大门警锁 开门的钥匙在博士手中 这就像是一间没有天花板的密室 原本 柯南他们打算来这片空地踢球 可是 提前来 开门的博士却发现 空地的游泳池里 漂浮着一具男性死尸 柯南他们过来的时候 警方正在这里展开调查 为了不妨碍警方工作 博士带着孩子们进到了一旁的小屋 柯南分析 要进到案发现场 似乎只能通过大门 博士却说 他来这里的时候 大门是被锁死的 而且 要是只有他手里的那一把 那么问题来了 死者是如何进到里面的 当然 这也是木木警官正在苦恼的问题 因为在近三天里 这里的大门都没有被打开过 可是 被害人推断的死亡时间 是在昨晚的12点以前 初步判断 死者的死因 是由脑后的击打伤导致的 如果是凶杀案 那么犯人又是如何逃走 另一边 少年侦探团也有些苦恼 因为在案子没有被解决之前 这里不能踢球 他们本想让木木警官网开一面 木木警官却说 如果少年侦探团能解决案件 那倒可以另当别论 原本只是玩笑话而已 不美却来了兴致 召集大家一起破案 之所以这么自信 还不是想着有柯南当工具人 为了方便他们调查 博士还提供了这里的设施平面图 看着平面图 少年侦探团中的卧龙凤厨 以及大聪明相继现身 其思妙想也是层出不穷 可怜人小黑 即将在他们的脑子里闪亮登场 这集的小黑为了翻过围墙 究竟有多拼 用过起重机 钻过狗洞 搭过直升机 操纵过遥控飞机 乘过热气球 可无一例外 全部失败 其实 这些只不过是孩子们脑中的幻想罢了 柯南都有些听不下去了 重要的一点是 死者为什么要费尽心思 潜入这里的游泳池 或许 他并不是想来这里的空地 而是想潜入到其他的某个地方 死者脑后的击打是致命伤 原本游泳池里是空的 水是昨晚下雨才击起来的 一番提示下 就连大聪明园太也明白了 或许 死者并不是遭人击打 而是从隔壁楼上掉了下来 头撞到了游泳池底部 从而死亡 一旁的光焰甚至得出 凶手就是地球的言论 这是什么虎狼之词 惊得我一愣一愣的 不过 他们推断出的这些 都是警方已经得出的结论 木木警官表示 他们已经调查过了 大楼从一楼到七楼 全是打不开的固定窗 八楼的外凸窗同样无法打开 房顶也不可能 因为四周装有高高的护轮 那么 死者是从哪里掉下来的呢 柯南突然想起 八楼的老人说过 自己是听了可怕的传闻后 在昨天改造了窗户 至于传闻 则是指的那个 到处行窃的壁虎大盗 如果死者是壁虎大盗 那么他就不是从窗户掉下来的 而是从墙上掉下来的 警方也证实 死者就是壁虎大盗 他曾经在国外 作为街头艺人谋生 后来进行踩钢丝表演时 发生了意外 之后就有了心理阴影 回国后 就干起了入室偷盗的勾当 他本想进入八楼行窃 可是没料到 窗户是昨天刚改造的 惊讶之余 失足坠楼 可是 作为攀岩高手的他 仅因为这点事就会掉下去吗 善起者舵 善有者腻 擅长攀岩的壁虎大盗 竟然坠楼身亡 如果能搞清楚 死者坠楼的原因 那么 这起案件就能顺利解决 侦探团也能用这里的空地踢球 毕竟侦探团手上 有柯南这位大佬 当然 他们几个的猜想 依旧是天马行空 有的说是 壁虎大盗爬墙的时候 被雷劈了 或者是在打雷的时候 摸到了壁雷针 可是 打雷的三次记录 都是在遍电所那一带 要不就是壁虎大盗爬到了八楼 却被窗户里的老人 惊吓到了 可八楼的老人 原本就是一脸和善 而且那个时候这一带停电 从外面根本就看不到屋内 起初 木木警官和博士前去老人 家里拜访时 发现 他屋子里的沙发和窗帘都湿了 老人解释说 那是因为洗衣服时 没抓好水管 以至于水洒的到处都是 听到这 柯南若有所思 加上袁太提示 只要通过打雷的光 就能看到屋内 至此 柯南懂了 他们急忙冲到老人房间 柯南借用博士的声音 开始了推理 老人家 我想你应该知道 今早警方在隔壁空地的 游泳池里发现了 壁虎大盗的尸体 原本以为是遭人杀害 通过调查 发现他其实试图潜入这栋大楼 可在攀爬墙壁时 因为某种原因 而坠楼身亡 昨晚的雷声 应该也惊吓到你了 加上又停了电 所以你打算回起居室 就在这时 一道雷劈了下来 你借助光亮 看到了一个男人 紧贴在窗户外面 你下意识地 用水管喷向他 因为有玻璃的阻挡 水根本就喷不到他 但是 却勾起了壁虎大盗 之前的事故因果 从而失足坠落 这次事件 老人没有任何责任 警方也只是 为了弄清事件的原委 从而方便结案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